柯文哲選總統時的小物 由木可公司推出 在總部擔任志工的網紅爆料 當時就被要求 若有政治現金 由木可來處理 朱慧榮指出 當時支持者到總部 要捐政治現金 被規定由木可人員收取 而明明柯文哲推崇 電子支付 但買木可產品 不能用電子支付 無法刷卡 只能用現金交易 營運好幾天後 才有發票 而且是二連市 針對志工指控 政治現金由木可收取 陳志涵並未回應 而柯文哲政治現金 個人捐贈有高達 百分之九十三點七 是現金比例不合常理 柯文哲日前表示 是勾錯絕大多數 都是網路小額捐款 他捐贈方式這邊已經很明確的 就下載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是三匯款 而不是一的現金 售出跟柯文哲使用相同的系統 現金票據匯款等 各參數都已經設定好 要勾錯幾乎不可能 另外現金捐款中 有三十一筆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現金 還大量集中在十一月 十萬元內捐款可以匿名 被質疑是大筆金額分拆 刻意規避 拆分成好幾筆的帳戶 第二個就是方便匿名嘛 甚至方便匿名的結果 就不需要找人頭 民眾黨政治獻金爆出作假賬 現在就連收入來源也引發質疑 對此民眾黨強調正在釐清中 三十五週外 直播台北參謀道